今天就最后一件事要道歉 保全人墙阻挡舞台前 中华电信股东会现场火药味浓厚 董事长这话现场股东反应更激烈 股东抨击下终于撤除警卫人容 正由上任后首次股东会可是有备而来 去年股东会创下15小时马拉松计入 正由接手积极对话工会 但还有部分股东不买单 直抢ICT标案是赔钱货 摊开中华电信现金鼓励 2016年发放5.49元 今年则缩水来到4.94元 尤其MOD13年亏315亿 去年又亏17亿 连股东也忍不住炮轰 股东会变劳资争议会用起薪35K吸引新人才 但老员工却不满意薪资 中钢联系5年 他的股价差不差你比我还清楚啦 今年最差他还调0.28 中华电信今天完全不提调薪的事 上任不到一年媒体出声的正优 经营中华电信这家百年老店 还有一段路要走 东森财经新闻 陈丽颖和坤源在台北 财报报道 中华电信 准备 会订阅